国民党的立场一直支持我们这个监督条例 而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18个月以来不愿意审查的是民进党 蔡主席把很多很多的国会改革法案 很多很多的经贸 这些监督条例或者是民生法案都把它挡住了 蔡主席说不要急 何必这么急 等民进党有新国会再来做 我说蔡主席你不急 台湾人很急 我要很针对的回答刚才的问题 我们的立场很明确 我们会把两岸监督条例 在下一个新的国会列为优先法案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 不论是在两岸的经贸谈判 或者是两岸的一切的互动过程中 都需要有一个良善的监督机制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 我的立场都不变 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好的监督机制 而这个监督机制 我们应该要把它列作一个优先的法案 我会跟对岸很清楚的说 两岸需要和解 但是福贸贺贸 两岸的所有必须要尊重台湾的民意 我们要先通过两岸的所有协议的监督条例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善用政治杠杆 跟对岸说 如果你真是要心灵气和 把可以做的你就先做了 两岸不是一家亲吗 先做的先开始做嘛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